好 國內的疫情三級幾屆現在是延長到6月14號 那大家也很關心了 說未來到底什麼時候 我們才可以比較恢復正常的生活呢 這一位呢 多倫多的醫學院教授 他就給大家一個啟示了 他說以國外過去的案例呢 可以看到只要病毒進入社區 恐怕就是已經回不去了 怎麼說呢 因為現在看的是感染的爆發大小 未來呢 可能會不斷發生一些社區感染案例 只是差別在說是大的範圍 還是小的範圍 那麼這樣子一來呢 恐怕也會排擠到醫療的程度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慢性病 或是不那麼急的手術 他的時間就會被往後延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呢 我們未來如果要判斷這個疫情的方式呢 不再是以這個每天的確診數 而是應該要看州的疫情來作為判斷 那麼當然大家也不是說什麼活動都不能做 不過未來可能要習慣的是呢 以最小的規模 最遠的距離來進行一些經濟教育的活動 那麼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結束呢 可能呢就要到70%的國人已經打了兩劑的疫苗 這樣子呢整個疫情才可以比較緩解 那麼這段期間大家可以怎麼做呢 比方說呢可以設立一些新的生活目標 像是看一些書或是過去沒有看到的電影呢 總之呢大家都要有一些心理的準備 或許呢我們呢是看不同的未來 而不是在回想過去 這樣子的心情調適 恐怕才是面對疫情的最佳方法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等你喔 請訂閱按讚 請訂閱按讚 請訂閱按讚